她33岁就拥有了一栋带泳池的别墅 还有三个仆人和六辆豪华轿车 她的儿子在贵族学校接受教育 仆人每日准时开车接送 这一切都得益于她嫁给了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丈夫 她会设计新婚夫妻可以手拉手共用的马桶 嫁入豪门的爱丽丝过着人人羡慕的阔太太生活 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此刻拥有的一切 她尽情地挥霍金钱 在各种纪念日时都会举办豪华态队 邀请社会名流重要人物前来参加 她对仆人十分苛刻 面对迟到三分钟的厨师出言不逊 其摩托送朋友来的朱丽奥 对爱丽丝的恶劣态度十分不满 聚会上她惊讶于博士竟然叫一个打扮妖野的女子童来 朋友说她是一名映照女郎 她在体育馆附近的豪华地段 用现金全款买了顶路 正当一帮太太八卦时 爱丽丝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她说自己刚结束会议 其实她是和另一个女人 刚从酒店前后脚出来 爱丽丝命令她马上回家 和她一起应付这些客人 爱丽丝的丈夫就这样因车祸而撒手人寰 在葬礼上亲朋好友都来信她最后一场 丈夫的律师姗姗来迟 同时她还带来一个噩耗 原来爱丽丝的丈夫不但没有给她留下遗产 还有一堆庞大的债务要爱丽丝偿还 律师说半年内 如果爱丽丝无法偿还银行的15万欧元 他们会马上起诉爱丽丝 可当爱丽丝跟以往交往密切的好友提出借钱时 他们却纷纷以刚买了游艇 或刚做了投资而拒绝了她 之前的好友不但没有帮她 还纷纷理她而去 两个月后最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 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没收 爱丽丝分文权无不说 还欠下了仆人的工钱 好心的厨师收留了无家可归的母子俩 让他们去废弃的顶楼居住 并且免除了租金 可爱丽丝来到贫宁窟看到顶楼的房子时 她还是惊呆了 第二天当她去找厨师 向对方能帮自己找一份工作时 却碰到了其摩托对她出言不逊的朱利奥 她经营着一家网吧 她嘲笑爱丽丝这种女人竟然也出来工作 混到如此地步的爱丽丝 也只能忍气吞声 她面试了好几家公司 她不会发传真没有高学历 也没有基本的推销经验 即使最简单扮演小丑的工作 她都无法胜任 终于她找到了一份给商场打扫卫生的工作 可当她告诉律师每个月的薪水有700欧时 律师却直接打断她说 你要每天至少赚1万欧欧才能还清债务 否则孩子就会被政府认为你没有能力养她 而把她带到其他家庭 好心的律师还是给了爱丽丝一张支票 让她度过这段艰难的危机 董事的儿子安慰母亲说她非常喜欢这里 他们可以一起睡觉 还可以晚上看到夜空的星星 奴子俩似乎从来没有如此亲近过 为了尽快还债爱丽丝想到了聚会中的映照女郎伊娃 她登陆网站后寄下了伊娃的电话 爱丽丝马上找到伊娃说出了自己的困境 她希望伊娃能帮她一把 但伊娃提出要看谈她的身材 伊娃对她的评价是你虽然很漂亮 可却一点都不性感 最终伊娃还是决定带她一把 她让爱丽丝明天下午再来 她会约一个日本客人 朋友们在楼顶放了橡胶泳池 她们每天就像在海边度假一般 穷人的乐趣是富人永远不会懂的 第二天当爱丽丝赶到伊娃家时 却看到走出了一帮日本人 伊娃告诉爱丽丝对待那些有钱人 你就嘲笑他们所说的一切 如果他们是左派你点头就对了 这需要足够的治理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接着伊娃带爱丽丝做了大改造 爱丽丝的变则被解开 烫成妩媚的长发 伊娃又帮她选了凸显身材的连衣裙 网站摄影师给爱丽丝拍摄了 性感的个人写真照片 然而她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忙的时候爱丽丝的儿子 就交给网吧老板朱利奥 让她帮忙照顾 伊娃教会爱丽丝如何在街头 和男人搭讪吸引他们的目光 还教她即使喝杯送咖啡 也要充分显示自己的性感 伊娃还告诉爱丽丝男人 是懒惰的动物 任何环境下都要让他们付款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 爱丽丝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摄影师将爱丽丝的照片放上网站 爱丽丝也似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开始她映照女郎的事业 然而她无法想象 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她终身难忘 忍吠 感谢观看